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一起分享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是要会应用 那你要应用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 大数据分析它的技术是什么 这有别于以前我们使用Excel的方法 也就是说也许你在使用Excel的时候 你需要拿它来去做一些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所以你可能会忽略了一些统计的这些结果的验证 结果的检定 可是举例来说好了 你可能是拿Excel来去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想把很多个资料表串联在一起 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好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其实它牵涉到就是说 结果需要不需要做一个检定这件事情 那以前我们用Excel的时候 我们是有韩式 那现在我们使用大数据 来去做分析这件事情 它跟Excel其实是一样的 它也有韩式 那这个韩式应该是我们上课里面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们至少有一天半的时间 因为我们总共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有一半的时间会教韩式 好 顺便要让你了解它这边的技术 那再过来你这样子才有可能会了解 它的怎么应用这件事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你上课学完之后 你可能要回家拿自己的资料去跑跑看 我们的一个计算的结果 是不是如同上课时那么顺畅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会把你所有可能会遭遇的问题 先跟你分享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在做大数据分析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不是说很顺利的像我们上课这样子 完整去带玩 光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大数据 你拿到的是大数据 好 那大数据的定义是什么 干不干净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逐一跟你们分享这件事 那我们有三天三天的课来谈这个基础 我们是基础分嘛 所以不会讲的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会让你了解 大数据分析 我们现在都拿它来做视觉化分析 也就是说它的重点在视觉化 好 不是在做统计 Israel也有统计 SPSS也是统计软体 对不对 那它不强调它的统计这一块 可是它可以结合R跟Python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结合了R 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些检并的 那它强调它的视觉化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视觉化的应用 也就是说把统计分析完毕的结果如何视觉化 这就是你上课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就是了解它的技术 例如说它有一些跨资料表之间很快的一个应用 好 联动分析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稍后就花三天的时间来跟你分享这个课程 那我的基础班呢 我会以视觉化当作是主导 那搭配它的韩式应用 那如果是进阶班那就颠倒过来了 全部几乎都是在讲韩式 然后做了一些韩式的应用 然后再来去画图 好 这观念上有点颠倒 可是事实上殊途同归 因为大数据分析 我们现在讲的其实主要是把它标签为 叫视觉化分析这一块 好 那如何让你上手应用大数据分析 这就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分享 我的课程的办例讲义 我是发现这里面包含了 绝对有超过100个以上的课程 不是只有今天这个课程 那相对的如果你还想要从 例如说从认识以下开始学习 我这边都有很多的课 也用给你做参考 那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去学好 那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踢球点上小老鼠 msa.highnet.net 我的wechat还有line id通通给各位 早年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总公司专任讲师 也就是帮他教授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 从总统府委员八部 大概你知道的单位 或不知道的 那个什么远在那个山区里面 那个什么军情局 大概该去的我应该都去过了 那我后来是觉得说 那个当我 因为我们有一些要求 像例如说我有很多张的电脑证照 我自己本身也写了50多本的电脑书籍 然后交了十几年之后 交了电脑书十几年 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再提升自己 然后我又对于读书 还有做研究很有兴趣 所以我跑去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硕士 现在已经念到那个博班 那个我的主要研究是研究癌症 希望藉由我的资讯 资讯的一个能力呢 能够解决人类这个疾病的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的电脑相关的问题 那就欢迎你来写信跟我交流 那我的强项应该是在于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 像例如说办公室自动化 也是我很推荐的一个课程 希望你们就是说 了解说如何把数据清理 这件事情做的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按一按钮就做完了 因为数据清理它是大数据分析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我先告诉各位我的讲义 放在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这边有一个网址 HTTPS 其实这个字很像Google 后面这个六个字 可能就要麻烦请各位再注意一下 其中YTZ是小写 R这个字是大写 X是小写 P是大写 好 因为我是用Google短网址 所以麻烦你们到时候去使用 这一个网址的话 就稍微注意一下它有翻大小写 大小写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网址 既然我提供给你网址 里面有范例有讲义 所以我希望说 以后你也可以找到 找到我的电子的范例 电子的讲义在什么地方 所以因为我提供的是网址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是要打开Google Chrome浏览器 对啊 因为我给的是网址 当然要用浏览器来打开 所以点选Windows这个logo 也就是开始开始按钮 然后接下来点选Google 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在网址列这个地方 就直接输入什么 输入httpsm号 斜线斜线 go.gl斜线 YTZRXT Enter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还来不及把一二月的课程 全部都更新上去 其实你可以从我教授的课程 不难去了解 像例如说 Word高效文件制作 像例如说 ecell 材政智慧 财政智慧 其实我们就是拿那个数据 数据 例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商业智慧 我的这个课程举的例子是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也就是说把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一些资讯找出来 好 然后看他能不能作为公司的一些 等于是说未来的政策的拟定 好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智慧 那接下来像今天一月八号大数据分析 好 我主要是要请各位先下载范例 先下载范例 你会下载范例 就会下载奖益 当你点选 当你点选这个档案的时候 当你点选 就是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 我事实上我应该要先做一个登出 就是你不用登入都可以进行下载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 这边有一个范例档案 这个范例档案 如果当你今天放在这个下载图示之外 它其实是预览 所以不要点预览 要点这个图示 麻烦请点这个图示 不要点预览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要去看它 所以麻烦请点这个图示 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自动去先扫描 这个档案 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话 先扫描有没有病毒 没有病毒 它就去做范例的下载 那至于这个档案 不要打开 因为我们应该是用Power BI 去打开这个档案 而不是用 而不是直接打开这个档案 你打开这个档案 其实它是用Excel打开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你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因为编码模式的不同 所以会导致是有乱码这件事情 所以我只是先提醒你这件事 就是我们是要用Power BI 去打开这个档案 所以你先不要急着去打开这个档案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范例下载其实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情 请你先输入 我提供给你的网址 等一下稍后会写在白板上面 HTTPS冒号 写信写件 GO.GL 写件YTZRXT 然后贴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找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是大数据分析 与应用入门基础班 然后请点选范例下载 点了范例下载之后 就麻烦请点这个范例档案的下载按钮 点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进行这个档案的下载 好 那就换你们来去动手操作一下 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在教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给各位的这个资料 它是干净的资料 可以理解 你随便拿一个你手头上的资料 它是不是干净的资料 绝对不是 可以了解吗 主要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我现在提供给你的资料是干净的资料 如果你想要知道不干净的资料如何处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班级 就是要教你这件事 什么叫做资料清理 我们除了范例下载已经交过了 当然相对的你应该要知道讲义下载了 所以我们就一样到刚刚那个网址 然后我们就 调整了 所以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要点到别的 你不要点到别的 因为这个课程里面用的资料是有包含个资 所以不开放这个课程 所以没有影片连结 这个课程不用等了 你可以看前面的 你可以看前面在介绍以下的部分 那当我点选了这个讲义下载的时候 这边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下载的图示 点一下它 好 那它一样 因为这个档案还蛮大的 有六七十页 然后 我 其实我初阶进阶 我都是用相同的讲义 里面还包含 Python程式怎么用 爬虫程式如何去抓网络 像现在的新闻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新闻 干脆自己去上网去抓新闻 然后 那个 你自己就可以做排行榜了 好 关键字是什么 我觉得这都可以自己去做的 那怎么做 这也是大数据分析 应该要会的 好 所以这个课程其实在进阶的时候 欢迎你们再来挑战 可是一定会介绍到 不是R就是Python R就是讲统计了 Python就是讲爬虫程式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我们的资料 很多都是用网络的资料 干脆自己去抓 别人已经写好的爬虫程式 好 你一听到程式设计 会不会觉得它是有难度的 我希望你先不要预设这个门槛 好 那个 因为都是别人写好的东西 你只要会应用就可以了 不是叫你去创作程式 但是你要会改里面的参数 可以了解吗 例如说假设别人写的是PTT 那你现在你想抓的是Google 好 那Google新闻 那你要怎么去抓 好 Google新闻完毕之后 你想要去抓一些 例如说网络商品的资料 那又应该怎么抓 我觉得这要会应用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课程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大数据分析应用 所以来看一下课纲 首先 我等一下要先讲完到认识大数据 然后为什么要选用Power BI 全部这边跟你分享一下 好 所以你首先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大数据 大数据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了解像我们的课程 我们课程是因为不能介绍付费软体 好 为什么不能介绍付费软体 因为公家机关希望把那个钱 留下来是要做别的事 而不是去买一大堆的商业性 商业性质的软体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做大数据分析 除了Power BI 这是免费版的软体 还有 还有 它 也有一个叫做 Cable 这一套软体 还有非常多云端应用的技术 那为什么云端应用技术 都不用交 你们知道原因吗 云端技术 云端上面有很多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为什么我们这边连交都不用交 当然要钱 但是钱不多 主要是因为你的资料要先放在云端上 有听懂吗 有听懂吗 你的资料有没有可能 你有可能把就是市民的资料放在云端上吗 不可能 可以了解 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能要宣学会这套软体的下载 安装 需不需要注册 因为它是免费版软体 所以它不需要注册 就可以使用桌机版 它还可以免费使用手机版 但是手机就只能纯粹看 像进阶 我们就要教你 你如何把你画好的图 让桌机上面可以看到 还有平板上面看到 然后接下来 重点就是你要会取得资料 你可能会取得 除了自己本机端的资料 或者是CSV JSON 文字党 你可能要取得网路上的资料 甚至它是一个网址而已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学会很重要的视觉化分析 比如说视觉化分析 我们要分析什么呢 首先你可能要知道什么叫分析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去做出别人想看的图表 你的老板想要看什么图表 那你就要做给他看 你要是不知道 你的老板想要看什么图表 那你就问他 他就会告诉你了 然后接下来 那更重要的是互动的报表 互动的报表 是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再来你可能要去做什么 各期的比较 各季的比较 去年同期的比较 那这些 这些 这么多种图表 你都要会去呈现视觉化 你会想说难不难 画地图好像也很重要啊 它难吗 好它其实不能 大概每一个操作大概五到六个动作 你就做完了 五到六个动作 所以这个工具是值得你好好来去学会的 大概我们第一天就会讲到这边 讲到这个地方 好那你会说那dx函数重不重要 dxd就是data a就是analytics分析 x是expiration 函数 好 资料分析函数 可以吗 资料分析函数 它也是德国工业指数 如果你今天上网直接打dx 跳出来的绝对不是powerbi的函数 而是德国工业指数 可以了解 所以麻烦你在搜寻 这里面的一个函数的使用的时候 麻烦你多打一个powerbi powerbi dx 然后例如说 假设你想要了解 什么叫sum 什么叫sum x 多了一个x 有什么差别 好 这个时候 你们可能就要去 学一下这个函数的应用 正因为我们要教函数的应用 所以我们课程 除了我会教授 我们还有肖老 后面有肖老师 他可以去协助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请你举手 好来去提问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画一些 像那个说股票 我很不喜欢讲那个股票 但是这个什么三日平均线 其实就是那个日k线 好 你可以会你会画三日平均线 就会画五日平均线 甚至十日平均线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希望说用一个大型的办例 让我们去了解 如果以客户为主的话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客户分析 好 这个希望说你们能够去了解 你看一下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不是着重在于 你检定过了这件事 好 而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预测 预测 好了 那你大概了解 大数据分析 就是我们要上的这些内容 其实我简单的说 都在这边 都在这个地方 我要教你的主要是这个部分 可以吗 他的技术 还有他的分析 好 那以及他的什么东西 他的资料取得就是Storage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大数据呢 我不希望你背什么 四个V 五个V 六个V 你知道几个V不重要 我觉得你要知道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大数据 大数据就是很多很多的数据 请你去思考一下 至少你忘记统计 没有关系 你自己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在学统计的时候 我们举的样本数大概有多少 两三百 有没有上千的 很少了吧 有没有上万的 不可能 有听懂吗 正因为我们是做样本的一个分布 看他有多服从母体 可以了解 因为抽样的技术 那可是现在我们是讲大数据 大数据 所以呢 所以你至少应该有几十万吧 几百万吧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数量是不是很大很大 这你一定要知道 这已经不是以前的统计 统计 可以了解 所以不要一直在想统计这件事 但是他统计绝对是一个基础 假设你现在先随便抓个 例如说三百笔记录 来去看一下统计 这我是觉得是OK的 可是重点是 你今天你随便去做一个资料分析 你的资料比数 不可能像台北市有多少人 两百多万人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不是 不应该只停留在统计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吗 你今天我随便讲一个 预防保健 成人健康检查 请问我们是不是有设一个年龄区间 那里面有多少人 你应该不会想说用统计的方法就是我先抽样 可是卫福部给你的已经不是一个小样本 他干脆我把台北市所有的资料 做成见的资料都给你 这样了解吗 他不会说先帮你抽个三百笔 让你先去看看统计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说你在那个应用上面的程序 是要有所区别的 那接下来数量很大 对吧 再来我觉得你还要再记住一件事情 这个资料会一直与时俱增 例如说这个月你拿到的资料 下个月就不会再拿到吗 不 会继续拿到 可以吗 一直不断的加进去 因为我是觉得你们要会应用的话 你这个月假设把这个月之前的资料都算好了 下个月资料你再喂进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希望它自动就已经完整的算好 当然希望 你不希望它是easeal重划 easeal就只能做一件事重做 1月做完是不是要做2月统计 你就重做 对不对 对啊 可是在这边大数据分析 我希望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我只要按一个按钮重新整理 我就整个做完了 可以吗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各位稍微知道 我觉得你要知道 这个 这个 除了它很大很大很大 再来就是你要知道 它其实会一直随着时间增加资料量 一直增加进去的 好 那在接下来 跟大数据最有关系的 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 这个图要怎么看 这个图 这个图叫文字云 这个图叫文字云 里面最大的这个字 就是big data 这个词 它跟什么词之间有关系 越有关系的 我们就把这个词就是放得越大 好 所以跟big data最有关系的 storage有没有关系 有量 有啊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说 大数据分析它的量 记录量是很大很大的 好 所以你今天你要考量到的 不是 今年 你可能会想说明年呢 那我想问你 你应该考量到多少年 像例如说大器资料 你现在要开始收集 只收集到2020年吗 不可能 那你要收集到哪一年 100年 那那个容量会是多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 因为我跟你讲 大数据分析就是 希望留下来的资料 台北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 你就可惜 有超过10年的 剩没有多少 超过20年的 那个叫做寥寥无几 可以了解吗 可是台北市政府真的只有10年吗 不可能 这样理解 所以你现在规划那个容量 稍微要规划大一点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它有很多很多技术 它的技术就是像 至少我刚刚跟你讲 当你今天分析的时候 你可能用三五个按键 我就做完这个分析 好 这就是它的技术 然后如何做联动 因为你知道做不到联动 那你这边就要学会联动 还有像分析的方法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分析的方法 像什么同期比较 或者是我们今天做地理分析 好 这些分析的方法 都是因为说 当我们今天拿到了大数据分析 还有因为它的一个多样性 就是资料的多样性 所以你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会是什么 会是需要了解很多的层面 很多的层面 比如说当你做地理分析的时候 可能你要结合人口分析 好 那我们大概这个图 变成一个文字云 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让人今天或者是明天后天 你还会记得住什么呢 记得住 Big Data 它其实跟Storage Storage 就是容量空间 Technology 就是技术 还有跟Analytics 分析是有关系的 好 至少我想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 你都还记得住 这张图的一个重要性 好 这就是我们要跟你分享 尤其会跟你分享的是技术 还有它资料是怎么来的 以及它的分析方法 这就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